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胃部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会省伤到胃粘膜 从而导致胃痛 甚至是胃炎 胃溃疡等疾病 甚至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胃部的病变 而第三呢 是顽固的口臭 胃部感染幽门螺旋杆菌 胃部功能下降 胃食管反流 会导致口腔散发臭味 有顽固的口臭的问题 而明镜有句话说到 胃三分靠斥 七分靠养 日常我们要注意胃部的健康 而幽门螺旋杆菌是危害胃部的第一杀手 所以要阻止它在胃部生存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两个药材 耗材饮用 能够帮助抑制幽门螺旋杆菌 第一呢 是丁香 丁香的营养价值高 它含有丁香分的物质 能够有效地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活性 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 还能够帮助调理 因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胃部问题 第二呢 是猴头菇 猴头菇对胃部有养护的作用 它能够起到杀菌养胃的作用 能够帮助修复胃炎膜 我们可以将丁香 猴头菇 再搭配杀吉 大麦 大枣等多种养胃的食材 做成茶包 每天坚持喝一到两杯 一直油门螺旋杆菌的活性 起到养胃杀菌的作用 胃部会更加的健康 好了 今天的志气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记得关注